万户侯在古代是一种爵位,所谓的爵位指的是可以世袭的封建特权或者等级,只要拥有爵位的人有后代,并且没有办法,爵位可以世代相传,一旦传到了某一代人没有子孙后代,或者触犯了法律,爵位就可被收回。 整个西汉200多年的江山,也就是11个万户侯,够难了吧,在同一时间段内,万户侯更少,同一时期最多就是三个万户侯,汉朝的这种万户侯的爵位封赏制度,来源于秦国的20等爵位。 再来看看汉朝的万户侯,就拿萧和来说吧,萧和封地内,有一万户人家的赋税,是直接上交给萧和的,汉朝的填妇低于秦朝,最开始是十五税一,后来是三十税一,萧和是汉书,但十五税一,就是上交十五至一的粮食。 汉书时获至,金利夫写五口,至填百,岁收一十百,为复百五十十,除十一支税十五十,以汉书的记载,来大概计算一下,这里说的是一户五口人,种植一百亩地,一年收一百五十十,上交十分之一的税就是十五十,还剩下一百三十五十,这是十分之一的税率,但刘邦时期就实行了减税,减到了十五分之一的税率。 当然了,这种计算方法过于理想化,实际上,一户的人口达不到五人,汉朝一户平均人口是四点六七人,另外,每户种植粮食的面积,也是有大有小,是每户的劳动力来计算,再加上当时的农业,完全靠天吃饭,遇到干旱,天灾等自然灾害时,颗粒无收也有可能,所以实际上万户侯的收入,要小于上面计算的数值,但是清朝一般有爵位的人,还会担任官职, 官职还有俸禄的,能做到一等公爵,官职基本也是一品大员,总督级别的,比如年庚瑶官职是川山俸都,府远大将军,爵位是一等公,其官职一年的俸禄,是一万六千两白银,按一两三百五十元,就是五百六十万人民币,妥妥的百万富翁。 ,妥妥的百万富翁。